突然间下雪了 雪不是很大呀 我现在一个人走在街上 被这个鹅毛般的大雪淋着 为了要找点饭吃 这个我当时没在机场 不是机场 就是在那个bus station 那个公交枢纽站吃饭 是我一大失误 因为我发现进了城区之后 所有的店都关了 超市 今天是个圣诞夜 走在这个路旁 看着这个林林总总的灯光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故事 叫卖火柴的小女孩 她看到橱窗里那些美丽的东西 可是她拿不出来呀 她拿不出来因为她没钱 她没卖完火柴 她不能回家 而我呢 我是有钱花不出去呀 因为都这么关门了 连个自动售货机都没有 哎呀 就是大雪就这么开始下了 鹅毛大雪呀 我这希望能看到一家开门的餐厅 你看这个店呢 这个门口的灯都亮着 可是门都是锁着的 哎呀 天呐 愁死我了 另外呀 我今天去那个奥斯维新呢 我记得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 就是那个火车开进去的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它有两个区 两个院区 然后呢 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 我不知道我去的是哪一个 但是还有另一个 这是一辆车 哎 这雪怎么越下越大了 好一场大雪呀 衣服都湿了 本来我还想去另一个逛一逛 可是后来呢 体力不行了 腿疼 然后怎么放弃了 哎呀 这边连个波根厅都没有 都他妈关门了 这是个吹蜡蜡的天使啊 唇人员 那边的辣 又不一样 好处 你做好处理 你做好处理 你吃了 你吃了